他跟周子瑜事件 大家看起來乍看類似 就是又是跟中共扯上邊 但是我覺得兩件事情 本質上是不一樣 周子瑜事件 第一個他是發生在選前 第二個周子瑜只拿了一支國旗 他也沒有所謂的商業代言 第三個他被迫道歉 然後第四周子瑜又長得很漂亮 所以綜合這四個因素來講 所以周子瑜在選前一天大爆炸 讓當時的民進黨選情本來就看好 而且還加上那個不分區 就立委的暴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 商業上的插槍走火的糾紛 雖然他沒有辦法像周子瑜事件 稍微那麼大 但是至少他可以再次確立一件事情 就是說對這些年輕朋友來講 特別是這些網路的年輕朋友來講 就是說票要投誰很清楚了 因為你看如果你投給韓國瑜的話 可能未來中共打壓會更加激烈 所以這個就迎合了蔡英文講的抗中保台 他在性質上確實是個 2016的周子瑜事件是有點像的 當然他的影響也許不會這麼的巨大 因為他畢竟距離選舉還有一段的時間嘛 雙方的陣營都還有一個時間可以去反應 像韓國瑜昨天他直播他都有講了說 譴責這個合作廠商 雖然他絕口不提中國政府的問題 但是至少他還是做了一段的反應嘛 的確有人在講說 會不會擔心周子瑜的事件重演 那對於波特王的事情 多少還是會憂心 可能會不會影響到國民黨的選情 不過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我目前還是比較這個樂觀的立場 我們常在開玩笑講 就是其實我們在講其實中共都是在幫這個 民進黨輔選 因為他們做的這些動作啊 跟行為啊 只會幫民進黨增加選票 完全不會這個幫助到國民黨的選票 天上又掉下來一把槍 就是說蔡英文根本就不用去撿槍 槍就一直不斷的源源不絕 而且還上堂 子彈還上堂送給蔡英文 但韓國瑜自己也警覺到 所以韓國瑜你看現在動作很快 他連夜半夜就趕快拍影片 去強調說他支持 他說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他支持波特王 他也知道這件事情如果再讓他沒有第一時間出來辭選的話 雖然跟他無關 可是最後這把火又燒到韓國瑜 我跟你講這一次選舉 不停的操弄這個反中仇中的情緒 那我想很多人 我們也都不希望在選舉的末期 現在只剩二十幾天 又再一次發生 會不會是這個有人刻意操弄 我不希望朝這個方向去想 但是的確這個 我覺得所有台灣人都要做好準備 就是對岸其實的確對我們的這個意圖 是比較明顯的 那不論今天你是支持民進黨 還是支持國民黨 我想這個大家共同的立場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捍衛中華民國 捍衛在台灣的這一個政權 那這個是我想是五分藍綠 大家都共同的目標 如果中國不要全身都是死穴的話 根本不會是這麼容易去觸動 這敏感神經的啦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想清楚 這個事情的本質 倒也不是說誰可以操作 因為今天如果習近平說 我們不言論審查對不對 然後他愛講什麼的話 那自然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就領先者來講 他不需要在這個時刻去 無端挑起相關的糾紛 只能說蔡英文就是真的有天命 槍就從他天上掉下來撿給他 然後繼續增強他的護國寶臺這一塊 然後韓國瑜呢就只是 繼續眼看看著 繼續看著蔡英文的車尾燈 一路吃灰到1月11號為止